全台灣唯一經過的媒體認證 最大的假新聞受害者 不好意思 真是小弟分別 講到假新聞 連聖文自嘲畫夾子大開 假新聞防堵早就成為各界重要的人物 這個作者他如果說是假的 他是篡改偷操別人的這個東西 他一旦上上去之後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去把他拿下來 他變成是他也不能再去修改他 新型態的媒體宣稱可以透過區塊鏈 杜絕假新聞 版權記錄無法篡改 作者分論有保障 但延覽前國安局長楊國強 以及前副局長郭崇信加入團隊 一度引發質疑 兩位在民間企業都有相當的管理 跟經驗的經驗 我們其實也是借重這方面的經驗 強調沒有黨派和族群意識形態 不過看看舞台上的貴賓 有國民黨前副主席林峰正 立委曾明宗 企業大佬薛明志 還有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以及他的兒子連勝文通通都出席 難免被問到 幫忙協調出席的人選吧 大家希望韓市長能夠出來的話 那這個時候也許應該是要幫他廣結善緣 幫他這個多交朋友而不是幫他得罪人 國民黨2020宮廷鬥爭的戲碼 隨著立拱韓國瑜成為險學 如何協調早已宣布投入初選的兩顆太陽 國民黨這副牌還有得打 歡迎新聞廖文璞 陳宇柔台北報導